你知道著名犯罪电影《沉默的羔羊》和《汉尼拔》在现实中的人物原型是谁吗? 他就是美国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之一邦迪·泰德 他是个有高学历和超高颜值的学霸 他有多厉害呢? 在他被抓之后不满帮他辩护的律师直接当庭解雇了他 并且委任自己当自己的辩护律师 颜值有多高呢? 他的作案手法通常就是通过搭讪 引诱女孩到自己的车里然后作案 这样的案子他自己承认的就有30起 但是据警方估计他可能杀了有上百人 在他入狱后外面还有大批女粉丝支持他 甚至还有个迷妹给他生了个孩子 他温文尔雅又智商超群 属于精英型享乐杀人狂 今天贤哥要讲的就是这部关于他的传记电影《极端邪恶》 话说在1969年美国的一个普通小酒吧里 年轻的单身母亲丽兹被一个文质彬彬的帅小伙泰德搭讪 巧舌如荒的泰德瞬间俘获了丽兹的芳心 把他带回了家里 而且泰德并不介意丽兹还带着一个女儿 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丽兹醒来后扭头 发现昨晚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不见了 在一起身自己原本应该在摇篮里的女儿也不见了 睡眼朦胧的丽兹吓得一下子就清醒了 赶紧去找女儿 原来女儿就在厨房里 而泰德也并没有伤害他 反而正在给他们做早餐 人长得又帅还这么有爱 那场面当时就给丽兹感动的觉得 这可能就是他的真命天子了 之后他们确实非常幸福的在一起生活了五年 这五年里泰德对丽兹是百般的宠爱 对他的女儿也是视如己出 然而他们的幸福生活在1974年 被一张通缉令无情的打破 原来在1974年的1月到6月 在他们居住的地方附近 连续发生了数起女性失踪案件 警方根据线索画出嫌疑人的画像 那画像简直就是照着泰德画的 于是没过多久泰德就被逮捕了 但是当时因为证据不足 泰德申请保释又暂时被放了回去 回到家后 丽兹上来就是一巴掌 泰德连忙解释自己是被冤枉的 在他的花言巧语之下 丽兹相信了他的话 泰德还自己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甚至晚上挑灯夜战 准备相关的法律知识 一段时间过后 在法庭之上经过一番唇枪舌战 泰德这边让唯一的证人承认了 他只是觉得泰德长得有点像而已 并不能确定就是他 但是法庭最终的判决结果 还是把泰德判刑入狱了 入狱后的泰德不断的打电话给丽兹 安慰着他 让他放心自己不会有事的 同时在监狱里的他 仍然坚持不断的学习法律知识 这时有个科罗拉多州的警长找到了他 因为科罗拉多州也发生了几起凶杀案 问他有没有去过科罗拉多州 泰德随口就打到没去过 然而其实警长的手里 有泰德在科罗拉多州加油的票据 这次问话就是给他下的套 如果他说谎了 他就可以引渡泰德到科罗拉多州去审判他 而且到了那边泰德面对的就不是绑架案 而是凶杀案了 得知这件事的丽兹也非常的闹心 跟自己同床共枕了五年的枕边人 居然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成了杀人狂 那换谁谁都得闹心 而泰德这边倒是还很乐观 他坚持自己是无罪的 还是每天给丽兹打电话 给他讲巴比龙的故事 说自己就像巴比龙一样 不会屈服的 坚持下去终有一天会争取到属于自己的清白 但是丽兹这边明显是有点撑不住了 他毕竟只是个单身母亲 甚至都不愿再陪泰德出席审判 到最后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 泰德这边联系不上丽兹 简直心急如焚 于是他开始策划他的第一次越狱 他反复的练习着一些奇怪的动作 在庭审中场休息的时候 趁守卫不注意从法院的图书馆二楼跳下 没错就是这么容易 而且这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逃出来后迅速的换了装 但是因为警方的封锁和地毯是搜查 六天之后泰德不仅没见到丽兹 还又被抓了回去 这次回去可就是罪上加罪了 并且警方对他的看守也更加严格了 这时得知泰德为了见自己而越狱的丽兹 终于鼓起勇气主动的来找他了 但是丽兹却告诉他 他撑不下去了要和他分手 看着丽兹远去的背影 不管泰德如何挽留都没用 回到房间后的泰德一边不断的给丽兹写着信 同时开始策划他的第二次越狱 他从干活的地方偷偷拿走了一根锯条 观察预警的探查周期 拼命的减肥 趁着寓有洗澡时的声音掩盖 一点一点的锯开了通风口的盖子 逃出升天 但是这次他并没有去找丽兹 其实丽兹现在也和一个同事小胖子勾搭在了一起 泰德偷了辆车跑到了佛罗里达州 出来后就去酒吧鬼混 没想到就在他越狱的这几天 佛罗里达州又发生了几起凶杀案 而泰德也倒霉的跟第一次一样 又被交警查车 想跑没跑了之后被带回了警局 当地镇长马上找到他 表示你小子落在我手里了 这回看我怎么治你 镇长专门为他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而到了发布会现场却被泰德宣兵夺主 泰德利用自己充满魅力的口才占据了上风 当场撕掉了公诉书 向镇长示威 其实这个发生在佛罗里达的女生宿舍杀人案 真不一定就是泰德干的 因为在现场的两百多个指纹里 没有一个是他的 而且他刚逃出来 作为一个智商超高的杀手 怎么会这么快的又去翻案吸引注意呢 这次发布会的亮相也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甚至出现了一大批被他的魅力吸引的迷魅 其中就包括这个眼镜魅 利兹那边已经完全不搭理泰德了 突然出现了眼镜魅填补了泰德感情的空缺 甚至最后眼镜魅还给他生了个孩子 之后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律师团队 主动找到了泰德想为他辩护 但是他们是想让泰德承认罪行 他们做有罪辩护 有希望能免除他的死刑 但是泰德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甚至在法庭上面对无作为的律师 直接当场解雇了他们 然后申请委任自己当自己的辩护律师 法官也同意了 泰德在法庭上慷慨激昂的陈词 甚至让人们都相信了他不是凶手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民众 他们都说他那么帅怎么可能是凶手呢 直到最后法医在尸体上发现了一个牙印 那个牙印跟泰德的牙齿形状完全吻合 最后法官判处泰德有罪并执行死刑 在泰德被判死刑后 利兹终于来见他了 利兹一遍又一遍的问泰德 这些事到底是不是他干的 泰德仍然坚持说不是他干的 直到利兹说出了他的秘密 原来最开始警方怀疑泰德就是利兹举报的他 因为他觉得那张画像跟泰德太像了 他可能也没想到最后会变成这样 他觉得泰德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他举报了泰德 泰德在知道了真相后并没有对利兹发火 而是不知道是为了让利兹安心 还是真的承认了事实 告诉了利兹是他干的 整部影片并没有展现太多泰德杀戮的画面 而是从情感方面切入 把泰德塑造成了一个痴情种 好像他真的是无辜的一样 有人说导演是在为他洗白 但是贤格觉得导演只是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真实的泰德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也无从得知 只能基于前人得出的结论之上去了解 最后提一下 沉默的高杨李汉尼拔在监狱里帮警察破案 就是借鉴的泰德的事迹 他在服刑期间帮助警察破了绿河杀手一案 我们下期再见